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业时代 婚姻是这个世上最小的组织单位 油盐酱醋 挑水浇原 养育后代 进入工业社会 生存物质不再成为棘手的问题 人们开始追求灵魂上的自由与契合 相爱从一个水到渠成的习惯 变成一种振笼发聩的能力 而随着人们被生活琐碎的拥肠捆绑 已无更多精力应付高需求的恋爱关系 加上当代爱情故事里充斥着一地鸡毛的案例 人们不是不再期待婚姻 而是婚姻在当下的与境里不断动摇撕扯 再难拥有安全感 当人们对相爱少了执念 婚姻从必需品降级为消耗品 而在其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声音 2019年英国作家索菲坦娜出版小说 《我和自己结婚了》 书中的女主人公克罗伊 在经历三段失败的恋情后 带着周遭人的好奇 穿着婚纱走上街头 宣布成为自己亲密的爱人 忠诚的战友 这一脱轨于社会规则的态度 引发了年轻人的情绪共振 短期内对亲密关系失去信心的人们 仿佛顿悟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即在没有迈进长久的关系之前 先以自我构建坚实的链接 今天《诗点人物志》找到了三位 与自己定终身的年轻人 想听听他们为何会有和自己结婚的念头 婚后的生活又带给他们怎样的改变 有趣的是 他们并没有对亲密关系彻底绝望 而是在经历成长的伤痛后 率先选择给自己一个承诺 他们以自己结婚的底层逻辑 仍绕不开自爱与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不指望别人给予幸福 只有先爱自己 才可以从容成熟地去爱他人 在成都一个音乐培训机构的会场里 28岁的男生火燃迎来了自己的结婚发布会 之所以不用仪式去形容 实在是因为这算不上什么仪式 现场没有花束布置 没有四仪音乐 甚至在台上只有一位新人 没有新娘 这是火燃和自己的婚礼 去年劳动节前后 副业为脱口秀演员的火燃 受朋友邀请 到朋友新开的音乐培训机构 做一个小型的线下脱口秀节目 整场表演的核心 以与自己结婚展开 原本在有了与自己结婚这个念头后 火燃的理想状态是 举办一场小型的婚礼 最好在户外 贴近蓝天草地 邀请相熟的朋友见证 以一种传统的方式 举办一场打破传统的仪式 由于工作繁忙 这想法迟迟没能落实 但他依旧想用一个方式 与之前的未婚生活区别开来 于是创作了一首单曲 跟自己结婚 在朋友圈写下 纪念我的28岁 在28岁的生日 火燃送给自己的礼物 是一个承诺 他选择成为自己终身的伴侣 而后在成都的那场脱口秀 的确算是个意外之喜 当天他仅邀请了几位音乐界的朋友 50来位粉丝 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 标榜和自己结婚的想法 他还是很忐忑 担心大家无法理解这个行为 是什么意思 或者以为这是一场 哗众取宠的闹剧 我一曾想 到场的人们都表示 有强烈的共鸣 忽然当天越讲越兴奋 面对在场人的振振附和 他只觉不可思议 那条宣誓的朋友圈 很快被坐视一丝不苟的老板看见 老板突然私聊 问火然 为什么想这么做 他以为是触碰到了老板 哪片逆鳞 赶忙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没想到老板回他 挺有趣的 视线转到德国 25岁的华侨女孩 Kiarra也在朋友半开玩笑下 举办了一场 不太正经的线上婚礼仪式 年少时的Kiarra 也曾对爱情抱有幻想 可平等自由的恋爱没等来 迎接她的是一段 漫长的感情撕扯 对方是一个 比她大八岁的俄罗斯人 Kiarra带着对爱情 懵懂的好奇 与她确定了关系 但好景不长 对方经常性地失踪 冷暴力 使她在这段感情里 毫无安全感 而每当她下定决心想分手 对方又会突然出现 百般讨好 难让好似一阵 随时飘来的风 她永远能够第一时间 找到Kiarra 可Kiarra 无法过问她的生活 这样的周末长达三年 Kiarra深陷爱情消磨的痛苦 在她18岁时 她惊觉 要想逃离着的内耗的感情 必须自己救自己 当对方再一次失踪 找不到人时 她删掉了 对方所有联系方式 又用了三年的时间 才缓慢走出这段 极内耗的恋情 彻底断练后 Kiarra才能清醒地 反观这段感情 她后知后觉地发现 对方很有可能 是个恋童痞 从他们认识之初 年长的俄罗斯男性 就开始频繁地 对她献殷勤 那时她才15岁 因为这段痛苦的恋爱回忆 Kiarra抗拒跟男性亲密交往 对爱情失去了 原有的美好滤镜 日常和姐妹们聊天 也会感叹 恐怕这辈子 无法再遇到相爱的人 走入婚姻的殿堂 也是在这时 Kiarra毅然决定 不再为毫无期待 无法预知的婚姻所焦虑 她想 既然每个人都将独自面对生命终点 无论发生什么 唯一可信的人也只有自己 那为什么要依靠婚姻 达到人生的圆满 人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结婚呢 想法一旦出现 便再也刹不住闸 23岁时 Kiarra因为疫情回国 在国内一家照相馆 花费2000多拍摄了艺术照 能选三套衣服的前提下 她第一套选择了一身洁白的婚纱 然后她把想法跟闺蜜讲 她原本不奢望他们理解 没想到 朋友们却立刻拥抱了她这个想法 微信群里 一个朋友当思宜 几个朋友作为气氛组 在最好朋友的见证下 Kiarra仅用文字 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婚礼仪式 她心中涌出的暖意 击中眼眶 流下泪来 朋友在对话框里写着 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 Kiarra知道 这将是她终身浪漫的开始 如果亲密关系 从带给人真实的痛苦 不再可靠 那在精神层面 选择与最熟悉的自己 共度终身 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29岁的阿明 就经历过两段 带给她无尽悲伤的恋情 人生刚刚踏入工作阶段时 经公司同事介绍 阿明与一位 工作上有交集的客户 互相看对了眼 很快进入热恋 当时男友在创业初期 资金紧张 阿明将全部的积蓄 拿出来资助她 日常消费中 阿明拿了大头 男友没钱买东西送礼 他还会买茅台 帮男友撑场面 爱意到达巅峰 阿明从不计较得失 他还做着两人 共度余生的美梦 但偶然得知的消息 犹如晴篇霹雳 彻底打碎了他的憧憬 男友还处于婚姻状态 得知这消息 原本撮合他们 在一起的同事也傻了眼 因为男友跟同事的说辞是 自己已经离婚 才托同事帮忙介绍个女友 后来男友说 她的确已经与妻子分居 但因为财产分割问题 离婚手续还没有办下来 被欺骗的阿明伤心欲绝 在后来对于恋爱对象的抉择上 总是更加小心谨慎 可她之后的恋爱之路 依旧不顺利 最近的一段恋情给了她更大的打击 当时阿明与男友已经半只脚迈进了婚姻殿堂 双方父母都已经见面 却发现男友依旧在跟父母介绍的其他女孩相亲 阿明感受到了深深的冒犯和背叛 后来她因急性病 在家中几乎痛到晕厥 距离相隔五分钟车程的男友 也不来看她 还是同小区的女性朋友 将她送去了医院 此次事件过后 阿明彻底心寒 单方面切断了与男友的所有联系 曾撕心裂肺地爱过 却换来人心凉薄的下场 对于亲密关系的信任感 在她心中一点点的消失 阿明仔细地盘算了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 租住在事业很好的一居室 拥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 几个无话不谈的好友 闲暇时间还能把爱好发展成副业 想到这儿 她从内心发出了感叹 那要男人干嘛呢 于是与自己结婚的念头油然而生 今年11月份 阿明即将迎来自己30岁的生日 他竟提前订好了拍摄 决定用一套婚纱艺术照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 复杂失败的恋情 只是与自己结婚动机的冰山一角 往更深处追问 问题的种子或许埋得更早 更深 28岁的火燃 没有经历过失败的恋情 或者说还来不及进入失败的恋情 被抛弃的恐慌 早已挤满她生活的边边角角 从出生开始 火燃一直都是个被推开的孩子 父母在非常年轻时生下了她 随后便外出打工 她先后被寄养在祖父母家 亲戚家 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但亲戚们对她并不好 会经常骂她 让她滚回自己家 常年寄人篱下 火燃的童年提前结束 她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了察言观色 必须乖巧懂事 成绩优异 才不至于被亲戚们嫌弃 高中时 火燃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 父母仍在工地上打工 她因此搬去了二舅家住 她说二舅是所有亲戚中 对她最好的一位 给她温暖的房间 跟她同桌吃饭 虽然交流不多 但已是她不可多得的温暖 她曾一度认为 可以把二舅当作家人 但随着二舅的亲儿子 她的表哥毕业回家 忽然发现 二舅对待她和表哥的方式 完全不同 表哥是个不学无术的混子 但无论她多晚回家 只要喊上饿 二舅都会从睡梦中 爬起来给她住面 火燃这才明白 那些她以为的温暖 只是客气 二舅其实从未把她当家人 当被爱的期待再次落空 青春期的火燃 内心的防疫机制被彻底激活 她下意识地逃避关心与爱 不再愿意对任何人 环境产生依恋 这种防疫机制 也被带进了亲密关系之中 一次 对象满心欢喜地为她庆祝生日 还买了很多礼物等她拆开 患然只觉得别扭 假装着感动 社会规则告诉她 应该为对象的精心准备 而感到快乐 但内心深处的情感却说 真的没有必要 久而久之 火燃分手了 她就自己的心理问题 看了医生 确诊了逃避型依恋人格 这人格最明显的表现是 极强的边界感和拒绝亲密 知道答案的火燃松了一口气 她终于不用再为 无法回应别人的爱 而感到愧疚 可以无所顾忌地 只爱自己 或许听到这里 有人会提出质疑 与自己结婚这个行为 一没有法律效应 二取决于当事人个人态度 不具备普遍性 不过是一场大型的客棋 的确 大多数人 与自己结婚的行为 只是一个内心认知 心态的转变 与自爱的态度 才是行为背后的核心 经历过伤心恋情的阿明 偶然认识了一位 同住一个小区的老乡 两人攀谈起来 老乡纪念20岁出头 从未进入过稳定的恋情 也不准备恋爱 他当下的目标是赚钱 赚钱去冰岛旅行 打算在几年内 把欧洲都走一圈 他认为 生活即使没有爱人陪伴 也能过下去 可一旦停下 看世界的脚步 便好似没活一样 阿明被男孩的价值观 深深感染 与自己结婚之后 他感觉自己能量爆棚 对事物都保持着积极的心态 他可以心血来潮地 去看一个人的电影 买之前不敢尝试的 嘻哈风衣服 想创业就放手去做 他和朋友开了一个 原创首饰小店 在平台上直播带货 后来由于亏损严重 创业宣告失败 但他一点也不遗憾 反而很骄傲自己 敢于迈出这一步 从那个曾在感情中 不断屈服的女孩 如今变得潇洒自如 即使现阶段 没有恋爱的打算 可阿明没有对爱情 彻底绝望 未来的事谁又说得准呢 他也做好了 与自己共度一生的准备 他喜欢小孩 也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最近把金子库买金 这选项列入了人生列表 同样没有对爱情失望的 还有身在德国的Kiara 在Kiara看来 与自己结婚 和继续恋爱并不冲突 甚至可以互为前提 婚恋关系在她心中 有着崇高的地位 正是因为尊重 所以谨慎 在无法获得理想爱情的当下 先把安全感给到自己 以自己结婚 单纯地成为对自己 表达爱意的一个仪式 而现在 带着对自我满满的爱意 Kiara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对方是个体贴成熟的男孩 十分认可Kiara 在恋爱关系上的谨慎 出去的交往 也一直保持着很强的边界感 而令Kiara最心动的是 男友从不吝啬对她的夸赞 总能发现她的闪光点 这是她在之前的恋爱关系中 从未得到过的正面反馈 使得Kiara也能卸下心房 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 爱自己 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心理暗示 说起来很容易 但情绪难免上头 行动无法预料 那些性格中的怯懦 自私 脆弱 都曾困扰着每个人 让人们自我厌恶 而婚姻意味着包容 意味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从精神到肉体的全盘接纳 与自己结婚 便是对自我的全盘接受 包括性格中 曾令你厌恶的 认为自己不够强大的部分 像面对一个终身伴侣一样 不再对自我猜忌 怀疑 并自意地接受 回馈爱与善意 只享受令自己满意的活法 或许是 与自己结婚的 真正意义 爱自己 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把它分享到朋友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